哈喽,时隔两个月 跟女魔头终于在中山会合了 准备拉开我们魔旅亚乌大陆的新眉目了 新篇章准备开始 走 魔旅亚乌大陆选什么摩托车呢 这几天我在中山会朋友试车 试了几个摩托车 上一条视频我说了目标基本锁定在本田的CM300和YAMAHA的MS 然后评论区很多朋友推荐了好久的TR300 就是在我的预算中最适合长途魔旅的国产车 骑这个车我也知道啊 为什么我没有考虑进来呢 因为这个车对我来说太高太大了 我驾驭不了啊 不信给你们看看呢 我的魔旅时步丁老头特意让朋友骑过来给我试了一下 我也很喜欢这个车 老实说 但是呢 还是有点高 这个设计是个不是最好半脚掌的着地方 嗯 你可以踩一下前面那个踏板试一下 对 这个对我来说也还是有点 踩刹车有点吃力哦 对啊 这个不行 太大了 太大了 我刚刚说我看的太大了 我们还特意去了东桥车行试了一下本田的CM300 文哥特意让车友奇怪来给我试的 对比TR300本田本田三百对我来说就比较友好一点 坐高和车重都能接受 然后这个挂档也比较轻松的这个位置 但是CM300油箱太小了 好长途必须改大油箱或者加副油箱 改大油箱呢车会丑 加副油箱呢就会占用一个编包的空间 富国全盒本来装载能力就很有限 油箱小和装带弱都不适合长途 而且还有一点据说速度上了八九十就会很抖很正 不够稳 但是这个车跑亚欧大路肯定不太合适 以后给我推荐跨骑的话 车重和坐高就按照闪三百的标准来给我推 最后呢综合考虑 还是决定骑亚马哈的MS155吧 虽然它本车没有跨骑那么帅 但是这个车质量够稳 操控方便 上手也快 坐桶里面可以加副油箱 装载也方便一些 没办法 预算在两到三万 能跑亚欧大路三万多公里不出什么状况 而我又能驾驭的车 可以选择的真的太少了 在颜值和实用之前 我还是选择了实用 我觉得李子比面子更重要 这几天试车都是中山的老朋友们来帮忙 我已经回到大中山了 为什么说回中山呢 我户口并不在中山 也没有在这里买过房 但是这是一个让我感觉很亲切的地方 因为我辞职之前在中山工作生活了七八年 这是我待的最久的一个城市 在中山这短短两三天 每天是早出晚归 轮班约见好朋友们 有以前季雅的同事 曾经在我的咸鱼居吃吃喝喝的小伙伴 这次又去廖主任家亲库存 女模特也见识了一下我们的欢乐 我们学习一下 我们学习一下 他们学习 欢迎 欢迎 热烈 欢迎 欢迎 热烈 收 收 收 这是干什么 不是 这是干什么 这个是什么 我一直没说 这又是什么 你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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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学习一下 我也学习一下 收 飘飘的朋友们 飘飘这两天是在中山跟她的朋友们聚会 曾经一起夜行探店走访古村落的读书会朋友群 这次去树木园走走聊聊 意犹未尽 曾经一起爬哈巴雪山和船居顶的风雨户外 兄弟姐妹们 到老王的农庄做了个小小的分享会 这里可以钓鱼 射剑 黑鸽 野餐 很适合团建的 当年一起爬山涉水的小伙伴们 现在都改骑摩托车啦 还有我们青年Talk大神群啊 都是中山各行各业的大咖和精英 由丁老头牵头 在罐中家组了个局 给我接风撞行 合理 传业 到头大路 祝你祈祈祥 祈祈祥 祈祈祷 祈祈祷 耶 还有上上线的老板江龙 连我和女魔头都送了莫宝 也肩膀插身的见了些好姐妹哈 有的只是匆匆凉了火 有的还忘记拍合照了 还有好多想见的老友站时来不及约了 几年没去 见到老朋友们都特别开心 就有一种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感觉 不管我在外面混得怎么样 他们都会张开双臂迎接我回来 这次呢 其实是要跟女魔头一起去广州申请申根签 我特意提前了几天回中山会会老友 后面就要马不停蹄的为魔旅亚欧大陆做准备了 希望一切顺利 也欢迎大家来围观 感谢观看